高雄市运会再过不到一个月就要开幕 高雄市长陈菊跟体委会却为了经费问题相互指责 那今天行政院长刘兆玄特别南下视察市运会的场地 他只是双方要再协调 要以中央支援地方负责的原则办好市运 行政院长刘兆玄南下视察高雄市运主场馆 除了关心赛事准备的情形以及维安等问题 也针对市运两亿三千多万的资金缺口做出财势 不浪费的有必须要的一部分 我想会后请体委会即刻跟市政府商量把它解决 该有的缺口把它折起来 至于这些预算的编列运用来自将来的审计 还有些争议或者一些问题的话 一切都事后再去做 刘兆玄说要以中央支援地方负责为原则办好市运 而提委会主委戴侠林则是强调 经费的申请要合理合情合法 中央已经投入了一百亿 一百亿在这个市运会 你就可以看得出中央对这个市运会是全力的支援 那至于经费缺口的这个部分呢 只要他们提出了合理合情合法的这个申请的话呢 提委会一定百分之三百全力的一个支持 现在剩下二十天 我想很多 我想可能这个部分不一定来得及 不过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我没有接候任何这一方面的指示 但是我们总是感谢院长的关心 淡淡一句谢谢院长关心 显然高雄市更期盼的是中央实职的协助 整个视察过程 高雄市长陈菊和中央官员几乎没有交集 互动冷淡 看来双方的关系短期之内很难修补 记者宗芬 孟昭全 高雄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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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